每个礼拜二用几分钟的时间 跟你分享一个小知识 欢迎来到预奖知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你一定要知道的540求助手势 这个手势是在2020年 由加拿大妇女协会发起的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很多人是隔离在家的 那有一些人在家里就受到家庭暴力的对待 那在不方便用声音的方式 告诉亲朋好友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个手势 来让大家知道 你目前有状况需要被帮助 那它当然不只是用于家庭暴力 事实上你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都可以去使用 前两天就有一个新闻 是有一个人在夜市使用这个手势 然后被别人发现之后 果然他的男友都在虐待他 然后呢 他就被救出来了 所以知道这个手势 除了你自己需要用到的时候 可以使用之外 如果看到别人使用这个手势 你也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手势应该要怎么做 那刚刚前面我是讲 540嘛 所以呢 他就是比一个5 然后呢 把拇指收起来 让他变成4 接着用这个4根手指头 把拇指包起来变成0 这样的手势就是一个540的手势 所以当你今天比出一个这样子的手势的时候 就表示你是受到威胁的 那如果懂这个含义的人看到了之后呢 他就会知道你需要帮助 所以这个手势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那因为像前面所说的 他是在2020年 由加拿大妇女协会发起的 所以其实目前知道的人非常非常少 这个手势的年纪真的还蛮小的 不过这个手势目前在西方可能比较多人知道 那以台湾来讲 目前知道的人应该是不多的 包含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去收集了一些资料之后 才把它整合成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个手势大家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然后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们 在未来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知识 希望在未来能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我是宇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